超顏色 超帥 超高回頭率 它就是華為跟Gentle Monster聯名的智能眼鏡 這個墨鏡款戴在我臉上真的是有點太大了吧 我真的很像伯家騎到 這個旋律很熟悉 那麽的花 等一下你是怎樣聽到的 你是踩就聽的 踩的是吧 我只聽到一點點旋律罷了其實 但是我聽不到是什麼歌 聽不到唱什麼 聽不太出來 耶 聽不到 準備好了 你這麽 在室內戴什麽摸鏡啊 好 好了啊 準備啊 OK 各位我是肯 今天要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呢 很神奇 很特別 會嚇到人 那天我拿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順便陪我10個 9個是嚇到的 還有一個是剛好發呆沒有看到 哼哼哼 它是一副眼鏡 而且這副眼鏡是可以打電話 聽音樂 輸出手 還有 Jumbie 它就是華為跟Gentle Monster聯名的智能眼鏡 它是2020年10月份剛剛推出的第二代Gentle Monster智能眼鏡 我自己呢就拿了兩款 一款呢就是墨鏡款 另外一個呢就是普通的透明款 然後這兩個現在我要戴上去給大家看看喔 接下來就要進入開箱時間 其實第一代跟第二代Gentle Monster眼鏡最大最大的分別就是 眼鏡盒 第一代的時候呢是白色軟軟的質地 類似一個錢包的設計 第二代的話就是全黑色 四四方方的皮革硬盒 還有ZIP的啊 高級化妝包的設計 Gentle Monster成華為的字 盒子背部是Type-C充電口 只要你charge盒子就等於charge眼鏡 意思就是 它是透過盒子裡面的無線充電來給眼鏡充電的 charge這個時候盒子會有清燈 打開裡面也會有燈 至於眼鏡本子喔 如果你是有留意Gentle Monster這個brand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款很Tombone的Style 就是在平淡無期中 帶點時尚 收發收割中帶一點 墨鏡款晶片夠黑 設計不會太隔也不會太Man 男女適用 戴上去會有一種Man in Black的 透明款的話半狂黑邊 筋腿比較粗 戴上去就會變得很斯文 很幼稚園老師 設計上我是蠻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墨鏡款戴在我臉上真的是有點太搭了吧 我真的很像Banjaki到 哈哈哈哈 它的歌怎麼唱啊 我不會喔 你會嗎? 不會 這樣我會顯臉搭這樣子會不會喔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顯臉小欸 至於舒適度上面我是覺得還不錯的 它後面這個角這邊喔是不會壓到很緊 然後這邊鼻樑這邊也不會一直壓著你的鼻子 你覺得很不舒服 我整體是覺得很不錯的 然後另外一款呢 就是這個透明款我也戴戴看 它這邊是有那個角的 所以其實也還不會太壓迫感 其實是蠻舒服的 只是我最不習慣這種斑框眼鏡 因為它一直好像給我看到有點黑色黑色這樣子 這邊要提醒大家 這兩款眼鏡喔 都是沒有不舒服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近視的話 你們就要自己拿去配晶片了 OK那第一次要怎樣connect呢 如果你是會了這一step的人 你們可以skip掉這部分啦 首先第一步就是拿起你的手機 然後下載一個叫做華為AI Live的這個app 下載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tap電 tap 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眼鏡盒這邊有一個唯一一顆的按鈕 我們長按 看到開始閃白燈之後呢 你就打開眼鏡盒就可以connect到了 然後你就可以透過apps去調你要的sharker button 比如說你tap兩次眼鏡邊框 可以是播歌或者是暫停 左邊右邊都可以 看你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啦 或者是swipe 向前向後滑動 可以調聲音大小 或者是next song OK最好是一副可以打電話 可以聽音樂的眼睛 那問題來了 用眼鏡來聽歌 用眼鏡來打電話 旁邊的人會不會聽到咧 我知道你們很想問這個東西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測試兩種情況 一種呢就是在戶外 一種呢就是在窗內 Let's go 看起來了 嗨啊 那我現在來到一個非常非常潮的馬路 這邊有車身 有lori身 有engine身 motor身 人身 什麼身都有 非常潮 那我現在就要戴上這個眼鏡 看看用它來接電話 那個聲音會不會聽到清楚咧 Go Yeah 是耶 這樣子我很像藏你 你call我一下 哈囉 喂你在哪裡啊 我現在在哪 我現在在哪裡 咧 我聽講我們下面那邊有一個很好吃的banana 喔 是那個很不明的耶 那我們要進去看嘛 OK啦走啦 2點啊 OK 拜拜 哈囉 在哪裡喔 在你心裡 哈哈 很厲害講話喔 欸我們要不要去吃那個很出名的酒盆 你現在在哪裡 OK 現在我在馬西加密 喔馬西加密很遠喔 我們下次才去啦 嗯 下次再去啦 拜拜 拜拜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來一個車內測試 就要看看喔 我面前坐著阿Kent 然後我們在車裡面的這個距離 到底這個Gentleman的眼睛 會不會露影 我戴上去之後呢 我會開一首歌 阿Kent就要猜這首歌 是什麼歌名 然後看見它的露影程度 我不是用拆的 我是用聽的 OK你要聽 對還要聽阿 不只能拆阿 我現在是開到100 音量100咯 喔你聽到beat喔 就只聽到beat咯 我聽不到唱什麼 OK可能前面你聽不太到 這個旋律很熟悉 等一下你是怎樣聽到的 你是踩還是聽的 我踩的用踩的 踩的是嗎 我只聽到一點點旋律罷了其實 OK這樣 因為這個剛才這首歌是旋律比較 算是soft一點的 我們來個比較明顯beat一點的 這個很大聲咯 聽到咯 蛤 blackpain 我不懂歌名阿 這很明顯喔 很明顯 女子的聲音它比較明顯出來 是喔 OKOKOK 開始啦 嗯 蛤 沒有聽到東西 它是一首慢歌 我有聽到有歌 但是我聽不到是什麼歌 聽不到唱什麼 聽不太出來 耶 聽不到 沒有啊因為我們車上喔 有ACON的聲音咯 有路邊車走過的聲音 所以我其實真的是聽不太到的 如果是單單很安靜很安靜的地方 可能會聽到 是喔是喔 這個距離其實是很靠近了的 但是都還是聽不到 剛才我開100%嗎 我現在就開一個70%咯 我們看看ACON聽不聽到 哇 跟剛才差好遠喔 很遠啊 70% 我這個還沒有到50% 沒有剛才很明顯 沒有剛才很明顯 現在就只是 因為我有心裡準備 知道你要播什麼歌 然後 聽到一點點 聽到一點點 How you like that 你是猜了是嗎 嗯 猜了 OK我們測試 完成了 就是其實是聽不太到的 然後我們再 回到去之後 我們再給大家做一個結論 經過測試之後 我得出了三個結論 第一 戶外講電話 如果你的音量喔 是開到100%的話 除非你的朋友 跟你是碾天耶 不然你是不會聽到什麼鬼東西的 第二 就是車內講電話 那因為在車裡面 你會聽到 所以如果你的音量是開到100%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聽到聲音的 但是你不懂他在講什麼 第三 室內聽音樂 室內聽什麼音樂 室內不能聽音樂 室內不能聽音樂 室內聽用speaker 那除了聽之外 講話的聲音又怎樣 完全沒有問題 收音特別特別好 而且還比普通用手機講電話 更加好 他的人生喔 更加突出 而且這個Hawai Gentle Monster 正眼睛 因為採用了藍牙5.0 所以他的連接穩定性也很好 那需要方面呢 連續打電話 聽音樂 可以拿個兩個半小時 那如果沒有電的話 你就放進去盒子裡查一下咯 然後我還發現了一個東西 就是喔 上一代跟這一代的盒子 的充電上面是不同的咯 上一代呢 如果我眼睛放進去之後呢 他這整個盒子 就變成一個powerbank 我只可以充電的 但是這一代呢 如果你放進去 它是要兜電 才可以查到電的 就是有點像是 就是查究了 總結的話呢 這裡我就分成了幾個部分 給大家去分析 包括 音質 露音程度 使用性 還有找避性 第一 音質 其實這個Hawai Gentle Monster 眼睛呢 音質是很立體一下 尤其是你聽那種 節奏感比較強的歌的時候 你更加feel得到 而且 你用眼睛聽歌 那種感覺喔 很神奇的 就好像有人在你的耳朵旁邊 唱歌給你聽 就是很靠近 但是就好像很遠 第二 這個露音程度 其實來到第二代咧 它的露音程度 真的是有進步很多的啦 除非是男女朋友 貼在你胸口 或者是你緬天眼 或者是特別特別安靜的情況下 不然其實你都聽不到的是什麼啦 第三 實用性 那這個東西到底值不使用 值不值得買咧 這個真的是見仁見智啦 我個人呢 是覺得 裝逼多過實用啦 畢竟如果你要聽歌 聽樂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無線耳機耶 而且無線耳機還比較便宜的 懂嗎 重點 如果你的眼睛沒有電的話 你要放回去charge喔 你就沒有眼睛帶喔 第四 裝逼性 如果你是一個很想滿滿科技感的話 這個買 因為你戴上去之後 你整個Illman這樣喔 只是單單double tap接電話 這一點就已經VIN了 超影響 超帥 超高回頭率 而且你一定可以吸引到你身邊的人問你 怎麼你可以用眼睛接電話的眼影啊 這種表示羨慕的話 嘿嘿嘿嘿 裝逼 你以為這是遮太陽咩 不是 我們就是要裝逼 而且它還是一個可以接電話的墨鏡耶 裝逼逼 OK 最後 這副華為聯名Gentle Monster 智能眼睛到底多少錢呢 兩個都是一樣價錢 1799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到各大華為Store去Test Buy看看 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給個讚喔 分享出去 然後看很多東西 我是凱恩 下次再見 掰掰 我這樣子 配一幫阿嫂 我這樣子喔 睡覺都沒有人發現 很明顯 發現到了 真的嗎 真的嗎 OMG